你当自卑是己 切勿狂妄之大 其实啊 很多外人觉得你春风得意 但你自己知道有很多苦楚 是你无法对别人说的 我上次录一个节目 他们问我今年的糟心事是什么 我说能够对外人说的糟心事啊 都不叫事 真正的糟心事 你是不会对外人说的 只有当这种至暗时刻来临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自己的渺小 自己的无助 但是你依然希望能够有秩序前行的历历 说实话呀 人生真的猛烈 人生太不可 用读书来度过这段特殊的事 引用了孟德斯鳩的一句话 孟德斯鳩说啥呢 说读书对我而言是 屈上生活不愉快最好的手段 没有一种苦恼 是读书不能取杀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 我看了好多遍 但是每次阅读呢 都会有一些新的题目 这本书呢 从任何角度来说 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但我相信 柏拉图所思维的事情 和我们今天的人们 所思考的 也许在很大的程度上 具有混线的理想 因此 这是一本我们应该去读的书